他里的三吹小白兔 不管谁来敲门 都不要开门 兔妈妈走后 大灰狼来了 还学着兔妈妈的声音 轻轻地敲门 小白兔们记住了妈妈的话 没有理会她 后来 兔妈妈回来了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 大大灰狼赶好了 小山羊的骨子 小山羊今天长大了 长起了小骨子 他害怕小伙伴叫坏他 就偷偷地把骨子剪了 可没过几天 骨子又长得出来